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参加了一次公安部组织的公务活动 在这次活动当中遭遇了车祸 06年你29 对 那天是因为什么而发生的车祸 在参加这个公务活动之前 我一直在准备我的婚期 当时主委会知道这个情况以后 就决定在这个征途路上 给我们举行一个草地婚礼 上午举行完婚礼以后 在下午继续的征途当中 就因为一场意外的车祸 导致我颈椎五六关节爆裂性骨折 从内以后我就从颈部以下 失去了所有的感知觉和复合知觉 包括到今天我的四个手指 都是没有办法运动的 我就在这里也是穿着纸料裤 在陪着大家说话 那个新郎还是现在的丈夫吗 不是 因为在监护室的时候 他可能就知道了我永远也站不起来 永远都需要人的陪伴 所以说在那个时候 他就在监护室的时候 他就选择了离弃 你恨他吗 说实在话 当时也恨过 但是随着时间 你就慢慢地接受了 说句实在话 你当时在那种情况下 其实你特别需要一份爱情的坚持 那你怎么走出来 一个是慢慢慢慢 就知道了高位街坛 到底对我意味着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我身边所有的战友朋友亲人 一直陪在我的身边 在我身后给了我非常强有力的一个支持和支撑 我觉得这个周围的人的坚持和照顾 是有一部分因素 但最主要的还是自己 是 那时候就开始在思考 在思考我到底还拥有什么 还好 还有一个健全的头脑 还有这么多爱我的人 可能慢慢慢慢就开始 想到我不能放弃 而且那个时候 我自己想过要放弃我的生命 是做不到的 完全是一种瘫痪的一种状态 就想到了反正死不了 那就好好活呗 然后我接着就在华西康复医院 做了两年的医院 慢慢慢慢手臂 手腕 然后一直这样可以 灵活用我手的那个原动力就有了 这个时候就感觉有希望了 这场遭遇慢慢慢慢我就想到 就能不能把它转换成另一种力量 所以说在华西康复医院做治疗的这个期间 我就在那里报了一个心理咨询师的培训班 现在回头看那个时候学习挺难的 天特别热但是没办法喝水 但是也这样就熬过来了 那么现在是几级心理咨询师 三级 你会发现病了之后 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就想通了 对 这个没有病的时候 就想自己什么最厉害 病了之后就想我还剩下点什么 能够发挥一些什么样的价值 所以其实病了之后反而会更加看透自己的人生 会更现实一点 那你病了之后有接触到新的恋情吗 病了以后那个时候很多情绪都不到抒发 怎么办呢我就开始用这样两个手戳着 手指头写键盘的方式写博客 我博客里面就有的时候表达了我的 还是对幸福有追求的 而且我一直相信虽然我是这样的状态 只要我心里装着阳光 我相信阳光也会洒遍我的身边 对未来一直是充满希望的 对爱情也是充满口望的 然后就慢慢慢慢 现在的她就来到了我的身边 怎么来的呢 是这样在2008年文川大地震 我当时正好在医院里 我的病床旁边来了一个 免族看望的一个小女孩叫杨倩 她的爸爸当时徒手 一共挖了八个孩子出来 而这个杨倩是第三个挖出来的孩子 但是她的爸爸依然继续的挖其他的孩子 我当时知道这个情况以后特别的感动 我当天就写了一篇博客 结果没想到这篇博客 单天点击量就达到了40多万人次 然后全国各地的很多的人 就给这一家人给灾区的人 提供各种各样的关怀和帮助 那一瞬间我突然就觉得 黄曼你虽然这样高位结态 但是你依然有能力帮助到别人 所以说在那一刻我就下定决心 要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我带着我的力量 就去到了北川中学 我又走进了留守儿童身边 走进了很多孤宝老人身边 很多的报道也就几种而至 现在的丈夫就是看到关于我的专访 然后就来到了我的身边 你丈夫比你大比你小 比我大两岁 那你们现在是一家 一家三口 你还生了孩子 对 生了孩子 今天老公和孩子也来了 来 我们掌声欢迎 来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郭强 是黄曼的老公 这是我的儿子 郭芝菲 那我们就问一个很世俗化的问题 你为什么会选择他 而且坚持这么多年 其实还是黄曼的一些毅力和精神 那个媒体报道了四季以后 我就说这个女的很厉害 她这种情况之下 还在帮助汶川 或者还有帮助好多留守儿童 残疾人 所以说完了以后 我就说我要认识她 我认识她没有 是要怎么回事 但是我就说 做一个朋友嘛 你需要什么我也可以帮助你嘛 你看 就是这种的 一开始只是打动了你 那后来你怎么喜欢上她 又娶她做老婆呢 后来我就下天就去看了她一次嘛 那个时候在医院嘛 炸针嘛 然后炸有几千颗针 空心针 当时是一个护工 跟她妈在这儿 那个时候我就留下来陪她嘛 帮助她嘛 后来慢慢慢慢熟悉了以后 就产生了好感了对她 你心里觉得 她最后为什么把你给娶了 一个就是我的坚强 她知道我一直资助了几个文川地震的孩子 可能这个善良吧 还有一个就是看着我年伴的父母照顾我 有一种怜悯和同情在这里边 你们家就你一个孩子 我还有一个弟弟 还有一个弟弟 你父母从来没有反对过你们俩 没有 他就是说你选择了 你就坚持 你不要给我搞个半吞飞回来了 我说也不会了 既然选择了是吧 就要走下去 因为正好她有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弟弟 家里只有她一个独子的话 是千万不会放手让她到我这边来的 然后最主要关心一下 我能不能生孩子 当然这个身体状况 我内在的这些器官都是正常的 所以说我还是能够做到的 但是当你发现你怀上的时候 你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 就像今天节目的名字一样 幸福来敲门 孩子来了 那就是我最好的一个礼物 那我就好好的把它接着 那像你这样的情况 怀孕跟别人怀孕的情况应该不一样 那就只能需要我爱人帮着我抱啊 帮着我做一些辅助运动 做一些辅助运动 对 其实有的时候照顾人呢 他有的时候他会上瘾你知道 一天不让你照顾他你是不是不舒服 他有不在你身边的时候吗 很少 最多三四个小时是有的 对对三四个小时不在你 是不是浑身上下不舒服 感觉空荡荡的吧 然后他就会老打电话问我在哪 对啊 就来追着问 其实非常赞成很多夫妻啊 在说誓言之前 其中一个人扮演植物人的角色 就看看这个人怎么来照顾你 你能不能坚持幸福下去 所以不轻诺故我不负人 不信诺故人不负我 所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曾经在康复老师的指导下 如果你能站起来 第一件事想干什么 一个是给家人一个大大的拥抱 我们门后面有惊喜 可能会让你实现今天的愿望 哇 真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 门后面到底是什么 回头 来 请开门 大家好 我是来自邦邦机器人有线公司的联合创始人王秋阳 我们公司是集智能辅具产品的研发生产 以及销售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 我今天带来这款产品叫邦邦智能辅助移动机器人 这款产品主要的是为下肢有行动障碍的残疾人 以及老年人的话 提供一种便捷的转移的生活方式 那刚刚听到了黄曼姐的故事的话 我非常的感动 那么今天我代表邦邦公司 要送送我们这一款产品给我们的黄曼姐 然后让它可以重新的站立起来 同时可以缓解到姐夫的这种 在照顾姐姐的过程中带来的一些困难 我现在倒是特别想让你试一下 那请请黄曼姐姐开到我们这个车的后面 慢一点 慢一点 那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腰带来辅助我们的黄曼姐站起来 这还怎么样 好的 然后我现在把我们的这个设备先遥控下来 因为黄曼姐的这个手臂力量是几乎没有的 所以我们用摆臂的电动方式帮她拉起来 那现在可能需要姐夫帮忙 把姐姐转移到这个座椅上来 好嘞 我帮你做一个连接 因为姐姐有比较强的激张力 我们把她的腿部的这个绑带绑上 那这个还不安全 重量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车本身是100公斤 所以她非常稳 现在可以站起来 现在我们基本上就穿戴已经完成 那姐姐就可以准备站起来了 那你需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用你的这个手呢 还像操控轮椅一样 就是摇就可以让你自己站起来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开始吧 好 慢慢来 我在后面扶着一点 不用怕 慢一点 不用怕 如果你要是觉得有不舒服的话呢 你就可以我们稍微停一下 没关系 去不需要休息一下 不用 不用 苦不及待哦 站起来了 起来了 慢一点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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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站起来了 谢谢 我突然有种想哭的感觉 帅帅 可以站 谢谢 可以360度飘移了 乘着来一个人号 谢谢 真的 我觉得有了这个车之后 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 这种平时的感觉怎么样 很幸福 也很激动 有一种站起来的尊严感 就感觉站起来的话 视线 这种眼神的交流 更让人有一种被尊重的感觉 能够脚踏实地了 对 脚踏实地 你们五位看到黄曼 从坐下来到站立起来 你们的感觉是什么 那么有一句话叫做 科技改变生活 创新制造未来 那么我们全盟品牌 也是用科技去改变 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 所以在这里我想代表 我们的品牌为您捐赠2000元的 一个爱心基金帮助你 今后的一个恢复 同时也祝福你 未来的生活更加幸福 谢谢 谢谢 一个净罪导致的高危劫谈 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危险的 它承担着很大的风险 去帮助别人 实际上这也就是一个 伟大的爱的付出 我们长存康达医院 减肥中心 也愿意助力你2000元 希望你以后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加油 谢谢 谢谢 其实在我们和平年代 最危险的职业 依然是我们的人民警察 但是在这个岗位上 当你因公受伤的时候 你还坚守在你的工作岗位上 这件事 这种温暖我会觉得很有力量 而且现在有了科技的帮助 我相信你也能帮助更多的人 所以我很希望能够送给宝宝一套 我们随风奔跑的 这个青少年的运动装备 希望他能够未来身体健康 快乐成长 谢谢 谢谢 刚才看你缓缓站起来的感觉 虽然说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 但是它带给人的自信和尊严感 是跨越性的 所以说我感谢我们现在 收获了一个好的时代 有科技帮我们重拾信心 所以说很高兴能看到你今天 能站起来